中国大陆航空公司连日来接连遭遇炸弹威胁 三天内多家航空公司共计16架航班受到影响 造成航班不同程度的延误 这种在集中时段多家公司密集遭遇恐怖威胁的练利 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 而且在世界民航史上也极为少见 5月17号下午5点多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 先后接到匿名电话说 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危险物品 但是没有指名具体航班 当天两座机场飞往上海的11架航班 被迫采取迫降、返航、推迟起飞、重新安检等措施 其中这11架航班分别属于深圳航空、吉祥航空、东方航空等5家航空公司 不过检查发现这波炸弹威胁只是虚惊一场 三天前5月15号上午 还有三家航空公司共5架飞往深圳的航班 在半个小时内先后收到炸弹威胁 造成两架航班返航 一架航班迫降 另外两架推迟起飞 乘客反映 事发时部分航班的机组人员 没有向乘客如实说明返航或者迫降的原因 飞机降落后 一些乘客在惊慌中跌倒 还有人在人群的推挤中受伤 大陆媒体报道 5月15号发出炸弹威胁的嫌犯已经被抓获 是内蒙古通辽市26岁王姓男子 他称自己仇视社会意图报复 5月17号的嫌疑人也已经初步锁定 但大陆官方还未公布详细信息 民航专家介绍 这种多家航空公司多个航班 在同一天集中时段遭遇电话恐怖威胁 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 在全世界的民航史上也不多见 除了三天16架次航班被炸弹威胁逼停以外 14号山东出现一架直升机被劫持 16号辽宁省沈阳市一架小型气象飞机坠毁 新唐记者林兰综合报道